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江这条于黄河并称为母亲河的亚洲第一大河 在流经南京时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南京的朋友请你们自己看吧 记者联系上了发布这条微博的摄影师刘骏 他告诉记者照片拍摄于10月22号 当时他正在南京旅游 站在长江大桥上看到水面的颜色 职业的敏感性让他立刻按下了快门 流出来有今天就是那个深色的这种水 然后我大概在那待了有10分钟左右 然后他是一直是在往那个长江的这个主办流里边流 看到这个水确实你让我的视觉心里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这个就有污染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游客我看到了 我只是把这个东西发出来 我希望提醒的是三部门或者说南京的朋友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这名摄影师拍摄照片的地点 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南京长江大桥的南桥头堡这里 金川河呢就是在这里汇入的长江 从镜头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水面上呢确实已经呈现出来的一条明显的色差分隔带 从记者实地调查来看 照片上的景象与现实基本相符 那么金川河是否真的被污染了呢 记者向南京环保部门进行求证 能够给公众说的 这是这个这个河没有重大的污染事件出现 而且金川河这个和我们南京的其他的所有的河道 现在都在积极的治理过程当中 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可能是一个视觉察队 按照数据来说的话 这个水质是没有得到这样的污染现象出现 环保局表示 从监测数据来看 金川河的水质处于正常水平 金川河入江口所呈现出的色差并非污染带 而是由于凉水色泽相差较大 造成了视觉上的偏差 甚至在日光下看起来有些发黑 这个河水的颜色和长江的黄色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颜色 如果两个灰在一块的话 是会有很严重的净位分明的这种现象出现的 记者了解到目前金川河沿线已经关闭了所有的工业污染源 近年来实施的雨污分流工程也是雨水和生活污水有效分离 通过生态治理等多种方式 金川河的水质正在改善 而微博发布者刘俊表示 希望通过镜头让大家去关注环境 他还特意让我们去留意照片上呈现的不少白点 这样的情况记者在今天的实际探访中发现确实存在 不少石黄者和路人把垃圾随意丢弃在江滩上 造成了长江沿岸的白色污染 目前南京市环保局联合城管等部门 针对江滩环境展开综合治理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这个污染问题已经得到了澄清 结果让我们还是比较欣慰的 但是在这一次的真相调查当中 我们依然发现尽管结果让人欣慰 这个水环境整体还是有不少的瑕疵 有不少的遗憾 我们在感谢这位南方报业集团的记者刘俊之外 同时也是非常希望我们南京的市民 能够自觉地减少对河道环境的污染派